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是郭爱秀禅 那么这个视频呢 咱们重点来结合金峰科技 还有的控制华天科技 长电科技 全面技术分析 技术巩固 仅供参考 好 那么在开始咱们这样的一个解读之前呢 先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你是热衷于超跌反弹 还是热衷于突破或者是突破回彩 那么这里面呢 它的一个逻辑是不同的 好 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 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处呢 进行留言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例如像金峰科技 金峰科技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法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整理 这个平台整理的话呢 例如说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面来讲 完全是可以把它作为从两块八毛五的位置冲高一波 然后的话呢 它属于宽幅震荡 这个宽幅的话呢 高低点相连 它对应的有将近70%的空间 好 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在进行震荡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的一个联系延长 它又处于这样的一个多年的大的平台 意思说呢 它在这个区间之内呢 始终还没有争论意乱向上突破 之前呢 也是有所解读 如果说真的是属于向上突破方量 那么它有可能进一步打开它的空间 但是呢 当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好 这是它当前的一个阶段和位置 所以说呢 用更高的视角来看呢 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 那么我们再来看当下 当下的话呢 咱们用多个维度去分析 列书呢 技术巩固的一个角度来讲 从均线而言 它是属于 好 五十三上传一百十四 走了一步行情之后 当前回落 又靠近一百十四点均线的直升 然后呢 反弹 反弹的话呢 第二天 涨停的第二天 出现这样的一个放量 长上引 呆上引线 十字心而回射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用MICD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在前面这样的节点 它呈现的是一个 好 顶背离的一种状态 好 顶背离的状态 那么当前的话呢 如果说再用 残润的一个维度呢 咱们前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演 用残润的一个视角呢 防范呢 是十七块九毛一下跌 上 下 再上 这个位置呢 形成新的三十分钟级别的这样 哪个中枢 而后呢 防范呢 是再向下走离开段 如果说向下走离开段 对应的 下跌的幅度和前面相比 有背词 那么呢 可能会发生新的背词一买 但是呢 结合一百四四点均线的一个位置 来讲的话呢 最好是等它再一次反抽站上 如果说破了一百四四点均线的话呢 等它再一次反抽站上来 放那样 那么才可以视为一个小的机会点 好 如果说回落这个位置 没有破一百四四点均线 而不破前低 那么呢 对应了呢 只要能支撑的住 后面的话呢 它其实对应了这样的波动 它只是一个小级别的 三十分钟级别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好 这是金风科技这一支个股 那么呢 我们来看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好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 它所对应的 从十九 十七块钱贸易下跌 它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对应的是一个 好 盘整下跌 这是中枢延伸 而后的话呢 又对应了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 盘整上的话呢 那么它回落下来 其实呢对应的是属于和前面站的中枢上延接触 三百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呢 对应了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也可以防范的是 反向 这个反向呢 列说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盘整上 那么回落下来呢 如果说防范的是 给出一个新的 这样哪个盘整下跌 盘整下跌的话呢 如果说盘整下跌走完 下跌的离开段和这个肌肉段呢 有被迟 那么呢 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买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二买来进行应对的 这是清风科技 所以说呢 我们分析一支个股 或者是看待一支个股呢 可以从多个维度 不同的周期去看 例如说刚才呢 咱们一开始 用的是先大后小的一个视角 来更高的一个维度 它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始终在震荡 好 然后呢 再看当下的一个 视角的话呢 它对应的又属于 好 走了一波趋势 会在日线的144年均线附近 活自身反弹 反弹的话呢 防范的是这样的一个 从17块9毛1下来30分钟 从30分钟盘整下的一个延伸 这是需要 这是防范的 好 列数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30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这就是一个防范的 好 30分钟中枢 防范的是 向下走 离开段 如果说离开段走完 离开段内部 有5分钟或1分钟的在哪个结构 或者中枢 走完之后 它与它又被辞 好 那么呢 这是属于 盘盘背下的 一买的一个信号 好 那么呢 我们在就是属于用 先大级别 再小级别 然后呢 再结合 更多的一种维度 好 这是晶风科技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列数像华天科技 好 那么像华天科技 这样的个股的话 对应的 咱们来给大家 再回过头 来看咱们前面 留下的这样的一个 互动的问题 那么像华天科技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什么是突破 列数呢 长时间这样的一个下跌 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中间也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法 列数 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的结构是属于有心低 没心高 有心低 没心高 有心低 没心高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其实 它的一个结构 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那么每一次的 这样的反弹 好 换一个颜色 每一次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超跌反弹来去看待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当中 其实对于很多的 股友来讲 买股票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的 哎 有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价格便宜了 或者说呢 哎 这一会儿呢 出现异动了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点上面来讲 其实 所有的逻辑 它都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做法 但是呢 超跌反弹没有形成趋势之前 它的一个呃 就是空间 不太好判断 但是呢 这个玩法不是说不能玩 但是呢 风险比较大 而且呢 速度一定要快 这属于超跌反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突破呢 例如说从均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3块4毛2这个位置呢 震荡震荡回落 不给心低 反弹 好 再回落不给心低 然后再突破 出现这样的一个拐点的时候 这就属于 突破的一种 节点 那么突破的一个节点 它的一个前提什么呢 注定 不追求买在最低点 也不射求 也不去追求 但是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小的 平台的突破均线的53 上传144 这样的一个节点 它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或者呢 重要 如果说结合量能MICD的一个公正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突破的一个节点去 把握的 好 然后呢 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对应的 列说 好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它所对应的 其实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攀整 这个长周期的攀整 只不过它对应的一个空间 可能接近50% 好 那么再向上 再向上的话呢 其实用平台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区间做一个 好 这是一个日线的一个中枢 那么呢 再往上的话呢 列说向上 从长龄的视角呢 是走向上离开段 然后呢 从平台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是属于再一次向上突破 其实它也是一种突破的玩法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突破是结合于像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以及呢 53上升144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话呢 它对应的 是也是一个大的平台 向上突破的一个玩法 那么突破 以及呢 突破灰彩 以及呢 上涨结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回撤 其实呢 它对应的都属于右侧交易 就属于呢 要么做突破 要么做突破灰彩 要么是属于上涨结构当中的回落 回落的话呢 对应了 它只有反弹不给新高 都是卖点 如果说回落下来给了新低 那么呢 一旦的反仇占不上 那么对应的都属于咨询点 这是它的交易逻辑 为什么要给它普及这一点呢 因为 只有普及了这一点之后 对待很多个股 当前的反弹也好 看 马上我们才有个定位 列数呢 叫华天科技 那么华天科技呢 在前面自然的节点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突破来看 突破来看 然后呢 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痕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对应的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模式在呢 那么当前它是一目了然的 是属于超跌反弹的走法 那么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 对应的很明显 反弹 从20块8的位置下跌 反弹没有行高 下跌 反弹没有行高 下跌有行低 那么对应的话呢 用禅论的一个事业 这个位置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中枢 平台 向下走离开段 离开段对应的话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离开段 和前面记录段呢 有被辞 有被辞的话呢 对应的反弹 那么呢 这样的话呢 它是不是 它也是一种交易逻辑 或者呢 也是一种 可以把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持续性 或者它对技术的要求点不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就属于被辞发生过 之后反弹 它的一个空间 那么呢 如果反弹不能接触 平台上沿 那么呢 对应了及时的指引走人 如果说反弹 走得更强一点 到了这样的中枢平台理念了 那么呢 也是要 其实的指引走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趋势 它把握的呢 再一次回落下来 如果说不破前面低点 对应的是 这是被试一买 这呢 是对应相对一买的二买的一个节点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好 再进行反弹 反弹的话呢 对应的 哎 还是要找卖点 然而回落下来 如果说还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呢 期待是一个反向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走程 运动行程 好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它对应的一个买卖点的一个转化 很重要 那么反之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就算这个位置 不管涨多一点 少一点 对应的都一定是卖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不是单边上涨的结构 而是属于下跌的结构 它这是一个超低反弹 那么呢 反弹的一个空间 你只能是边走边跟 而没有办法一口气预测的 好 那么回落下来 如果给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延化呢 又可以把这个中枢作为一个延伸来看待 又形成新的倍值 一买 这种交易方式的难度更高一些 好 这是华天科技 所以说呢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对应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这样的个股在往上也不宜去追 因为呢 它的一个结构 它的一个趋势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超低反弹的一个 走法下的东方内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到 列头像长电科技 长电科技呢 对应了它的一个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呢 对应了 咱们还是回过头来看 前面 列出呢 像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它是属于 就是小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53上穿114 它的一个观察点 而后的话呢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再次突破 它属于突破的型的一个观察点 或者是突破型的这样的一个买点 那么呢 不管是突破也好 还是属于突破之后的 好 那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从804的位置 反弹回落没有新低 反弹回落没有新低 144年均现 53 上穿 形成这样的一个 经常公正的节点 这样的 这样的一把握呢 它是属于上涨结构下的 回落 就是上涨结构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灰彩 低吸 那么呢 再往上堆用的话呢 那也说 突破了这样的平台 它堆用的是 像这样的地点 是对于突破的一种玩法 突破之后的话呢 堆用了 这是一个突破之后的 灰彩的一个玩法 但是呢 它的一个大的前提呢 是低点在抬高 技术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是属于低点在抬高的一个做法 那么当前呢 长点科技这一支构 从五十四三块四毛三的位置下跌 好 反弹没有新高 回落下来 而后的话呢 好 反弹没有新高 回落下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对应呢 其实它是一种 好 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更小级别的 然后呢 对应的是属于 好 下跌 反弹 再进下跌 给了新低了 给了新低的话呢 那么它所对应的 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这种 单边上涨的一种结构 而是形成了一种 回落 反弹没有新高 好 再回落的话呢 破了前面低点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其实像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资金异动 它是不是有 是不是说就没有机会呢 也不是 但是这个机会呢 它是一个超低反弹 或者说呢 是一个下跌结构当中的 这样的反弹的动作 它那么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 只要说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对应的其实都是卖点 最终的话呢 还防范的是下跌结构的延续 如果说呢 对应的反弹过之后 回落不给新低 反弹 有新高 回落又不给新低 那么它对应的是一个结构的变化 好 这场点科技 那么如果说用更小 均线的视角呢 它属于当前受到114点距离压制 然后呢 再用残论的一个维度来讲 用最小级别去看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了 从32块6毛8的位置 好 32块6毛8的位置呢 它对应 这是一个最小级别的 五分钟级别的话呢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结构当中 很明显 那么上涨结构的 还属于比较强势的上涨的范畴 例如说呢 这是一个 一分钟的 中枢平台 好 那么的话呢 对应的 好 冲高做回落 没有破前面低点 好 冲高做回落 如果说它连前面高点 如果说回落连前面高点都不能触碰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还是有机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的动作的 但是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把握 这样的一个反弹 对应的 它是五分钟级别的 五分钟级别的行情呢 你不能期待它有 就是呢 它在没有发展演化为更高级别的行情之前 只能是建好就收的一个策略 好 这是场点科技 那么什么时候 哎 可以更加的一个乐观呢 例如说 它从五分钟的一个行情 好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应的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级别的中枢的组件来去看 那么这样的组件来去看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当前这样的反弹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 级别的一个反弹 那么五分钟级别的反弹过之后 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构筑成更高的 例如说呢 这是五分钟的线段上 如果构筑一个 回落一次 反弹回落二次 它始终不破前面低点 构筑一个 中枢 而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离开段走的又比较强 那么呢 期待 三买了一个机会点 结果呢 走势呢 是可以不断发展的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下呢 哎 当前我们要知道 它是一个分钟级别的反弹 就说呢 分钟级别的行情 如果说分钟级别的行情 中间回测两次 都不算前低 都不破前低 对应的话呢 哎 逐渐在那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的话呢 它是一个走势发展 从线段到 到攀整 攀整 如果说离开段走的更强 回落不破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呢 给出三买 这是一个小级别的行情 不断发展成为 好 当这样的一个走势 走完过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 哎 能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防范的是下跌反弹 下跌反弹 哎 再走新的这样的攀整项 如果说能够突破 就在这样的节点呢 能够突破前面的这样的高点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哎 日线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再向上走离开段了 那么这个离开段的话 要看它的一个力度 然后呢 从五分钟的盘整或趋势上之后呢 再发展成为新的三十分钟中枢级别 而后呢 始终不破前低 形成一个大的震荡之后呢 再往上走 重心不断上移 那么呢 它是一个趋势不断发展的过程 好 这是长电科技 就是我们跟踪的一个视角的问题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海德空置 为什么是海德空置这一支个股呢 其实从均线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这个位置呢 很明显 五十三上升一百十四 然后呢 出现长阳突破 然后呢 回落 不破一百十四连均线 不破十四连均线 好 走了一步行情 走了一步行情 就是回落下来 其实呢 也是属于五十三 在一百十四连均线上方 又是形成金叉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冲发有几中 那么这一支个股呢 觉得还是值得 去长期间的更多和观察的 因为从更高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是符合 突破之后的回踩的 我们来看 从七块七毛三 对应的话呢 它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突破之后 回踩的一个走法 回踩的话呢 因为没有破前面的这样的平台嘛 那么后面能不能给出 前面高点能不能刷新前高 还要看后面的量呢 能不能跟踪 但是呢 它是一个观察点 好 那么这是海的空置 海的空置如果说用 好残忍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的话呢 它就属于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非常有规律的 七块七毛三的位置 一二三上涨 一二三下跌 一二三上涨 一二三下跌 那么呢 它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这样进行逐渐 例如说呢 下 上 下 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来进行对待 好 高中取地 低中取高 那么日线级别的中枢 形成过程的向上走离开断之后的回落 不破 只要说不破这样的中枢平台上延 那么是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级别的三买来进行对待的 那么三买的话呢 如果说向上反弹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三买转而卖 如果在这个位置再一再涨再回落下来 它只要不破这个位置 不破中枢平台的上延的位置 它都是属于日线级别的三买的一个应对 好 这是海的控制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逻辑 就是呢 首先再回答出来这个问题 你是热衷于超低反弹 还是热衷于突破或者突破灰彩 那么呢 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当中 一种是属于 首先 结构上面来讲是属于上涨结构的 就是它的低点不断抬高 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而所谓的下低超低反弹呢 它的一个高点不断抬低 是一个现象 那么高点不断抬低的过程当中 它中间也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或反出的动作 那么在这样的动作的话 个人的一种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 能不做就不做 即便做的话呢 仓位一定要轻 而且呢 速度一定要快 赚钱的跑 亏钱也要跑 好 而对于这种 要么是属于游户转强 军线的角度来讲 拐点 然后呢 从结构上面来讲呢 是属于 好 属于呢 不创新低 大的前提 低点在太高 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个突破 或者突破之后的 回踩不破前提 回踩不破前提 这一种逻辑的话 它是坚守这样的大的结构 如果说用常论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又会分为清晰的 例如说 像二类买点 或者是三类买点 它是非常清晰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可以把你的答案 或者把你的想法呢 也可以在公平处呢 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处呢 进行留言 好 再见